所以基本上他已经给我们这个资料 那考试的时候基本上 他应该已经就是这个资料已经是 就是会有程式码提供给你们 当然未来如果说另外一个考法 就是说这个资料 假如说他是一个外部的CSV单 你也可以用之前我们讲过 用Pandas里面的那个 就是产生一个Pandas的物件 它里面有一叫readCSV 上以外才讲过 上以外再讲 如果你要读取的话 就是在第七个单元 我就有讲到 Import一个Pandas 然后SPD好了 这个PD本身 它有一个方法 叫做readCSV 你就把这个CSV档 直接就放在这边 给它读取 但是可能要注意一下 它预设的是 预设的那个encoding是UTV8 如果不是UTV 如果不是UTV8的话 你可能后面加加CP90 或其他的 然后IndexColon 等于0 意思是说 如果我不要让它自动 帮我编号的话 那你这边可能要加一个 IndexColon Col等于0 那把资料读到Data OK 那这个方式的话 就等同于什么 等同于我们现在 这边看到的 这个方式 就是说它已经给我们 如果说它 这个程式 假如说不是外部读取的话 那变成你需要 先产生三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就Data 那Data基本上指的就是 我直接开这个档 给各位看到比较明白 如果Data的话呢 其实就有点像Excel档 Excel档里面的什么呢 就是中间这一块 OK 如果Data的部分 这个中间这个部分呢 指的就是Data OK 那上面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Colors 蓝的名称 那左边这一块的话 就是Index 所以呢 也就是一个Pandas 它至少会需要有三个元素组成 那最重要当然就中间这一块 OK 那Index 如果你看IndexColumn 预测值 如果你没有前面的Index 你另外也可以 它会自动帮你做编号 也就是IndexColumn 那个如果你没有人家等于0的话 等于4 它会自动帮你加编号 会多 那个Index变成编号了 OK 那我们如果说呢 今天以这一题来看 你可以看到了 因为这个题目是 它已经预先给我们了 所以它Data已经帮我装进去了 就是把中间这一块的资料怎么样 一个一个的帮我装进 它装的方法一定是什么 三重的这一个 这一笔Rake 里面的资料 这个是Key 里面的资料 9 所以它会怎么放呢 它会放9 然后后面的资料 这个就是一笔Rake 有没有 所以有点像是 它放在一个串列 一个大串列里面 它会把每一笔资料 放在一个小串列里面 有没有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二维串列 那也就是如果未来 你要产生一个Data 你要放进一定要是二维的 那这个其实跟那个我们资料 我之前讲过 资料库你要execute many 有点类似 execute many也是二维的 所以两边其实是可以相通的 如果你有Data 那你干脆就拿Data 用execute many 直接就把这些资料 就塞到资料库里面了 那这部分应该就没有问 那再来的话就是index index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前面就左边 指的是左边这个区块 三重区一直到枫园区 OK 所以我们这边 它预设已经给我们一个index 然后一个colons colons指的就是上面这个区块 OK 那这样的话就构成一个pandas的 一个完整的资料 所以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产生一个DataFrame 所以特别注意如果你要产生一个DataFrame 那你就分别把这个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把它放过来 所以基本上就是把这个放到这边 这个放到这边 这个放到这边 但是其实 如果你这样子旺的话 你会上次有同学问到前面这个名称 其实如果你不要这个名称的话 主要是因为顺序不对 理论上应该是什么 先index 有没有 这个再colon 如果你是index再colon的话 那其实你前面这个参数名称 这个可以拿掉 没关系 因为我看它里面的说明顺序 是一定是 先Data时 再index 再colon时 顺序一定要这样 如果你的顺序不对的话 那你必须要在前面加上参数的名称 就可以改变它的顺序 这个概念不是只有python是这样子 其他语言也是这样子 OK 应该可以懂了 上次上次有讲过了 好 那这样的话 你就不需要前面的东西 再来就是说它需要我们做一二三四个动作 那这四个动作分别做什么呢 就是帮我把什么呢 底下这些做计算 A B一直到D 里面做出来 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逐一逐一来看 就是怎么样再把这个东西输出 上面会有一个标题名称 再来就是把这个DataFrame把它输出 OK 第一个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逐一来看一下 怎么做这个题目要的动作 我们先把底下那些先注解掉 OK 先不要跑 然后呢 我们先跑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先产生一个DataFrame 然后呢 上面在print的嘛 它的那个标题 西瓜与香瓜的拍卖行情价格表 然后最后把这个 这个上面的DataFrame嘛 这个东西把它print出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要把它print的第一关 OK 第一个 有没有得分呢 OK 它得分了